即时新闻综合报导,美国媒体周二、二日公布一份中共内部机密文件显示,中共去年9月决议,如果平壤停止进一步合适,将增加对北韩防御性军事建设,提供中短程弹道飞弹等军事技术援助。 这份文件由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公布,其在2012年上线后曾数次揭发中国政府机密消息。 周二公布的机密文件是在北韩最近一次合适12天后发出内容提到,中国允许北韩保有目前的核武库显然与中国宣称寻求朝鲜半岛无核武的立场互相矛盾。 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指出,这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7年9月15日发出的第94号文件中指出,北韩所处的重要政治战略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北韩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保障北韩政权的稳定和延续。 文件指出,北韩目前无需立即放弃核武器,只要承诺不再继续开展新的核试验并立即付诸行动,中国方面将加大对北韩的援助。 军事上向北韩提供诸如中共解放军更先进的中短程弹道飞弹、子母弹等高端军事科学技术,协助加强北韩维稳。 文件显示,中共也决议将进一步加大对北韩名声与基础建设的援助2018年相关援助资金,将比2017年增加15%,往后5年内每年还将比前一年增加不低于10%,有关暂停提供所有与北韩有关的银行业务规定将仅限于中共中央直属的国有银行和部分地方银行。 根据这份文件,中国领导人还同意提供新的保证,不会让北韩政府垮台,针对联合国决议要求停止向北韩运输石油和天然气,北京计划象征性历史诗制裁。 文件也显示,中共单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朝鲜半岛上出现军事对峙,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势必会进一切有效手段。 这包括外交斡旋与军事牵制,让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与军事手段武装挑衅,甚至推翻北韩政权的可能性不存在。